感謝電視界的所有教授 合理的要求叫訓練 不合理的要求叫母練 謝謝四年來的魔力 接下來讓我一起謝謝自己的家人們 謝謝他們沒有利用圖銀學系 確實幫幫組 大家要記得不要趕時間 好 院長主任副主任 各位嘉賓 各位市長 在座各位所有同學 要畢業同學 以及確診在家各業同學們 大家午安 午安 我是台南電視系第二級的畢業成代表 吳文輝 感謝主任副主任以及系辦人員 在疫情中排除萬難 舉辦這場小壁點 相信大家會讓給他們 這場小壁點讓即將別移的畢業生們 在大學尾程相聚 不用像其他戲一樣 在家裡幫自己搏碎 首先 恭喜各位晚上交畢業了 每次回想大學生活 都覺得不會雜情 這些回憶中有歡笑 有內捨 有互吃貨打 也會翻譯動作戰 還有忘記開了電源供應器 還有金屬掌控物半導體 搶銷電機 這些挺會從大一到大四的點點第一 心中充滿了好強烈的不真實感 還有不捨 但同時也覺得 真是幸好競電體系 電機器令人又愛又恨的 覺得這裡有很重的loading 跟更重的革命情感 電機器的loading是出了很可怕 每次寫完一份作業 不是迎來喜悅 而是念最高要逼近的期限 考完信號期間考完下一個前程 不是吃一件好料的 是白凱斯的報紙面 準備禮拜四的電子學 已經寫不清了幾個夜晚 是一群人待在國裡的系黑讀書 一人應徵一台電話 我們有好夜度過的 仿佛永遠都寫不完的作業 跟讀不完的好事 然而 這無情的客業廣角 而同學們互相討論 陪伴跟鼓勵 變得沒有那麼折磨 就是這些並肩作戰 同胆共苦的日子 讓我們能夠持足累穿 好好的學會總化的時間出來 從下小圈套墨星 還有任命的神明 發揮發揮 很高興有周遭共同大朋友的同學 我們才能一不成長的活動 不過我最喜歡電視界的一點 是大家做手勢 都還真的 我們都一刀殺進去 可能這樣做完異谷 我們不想要直轉移光斷 電視界的同學 想要看的是一群人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對 物理上的發光發熱 於是團隊提早五個月開始籌話 招了四五十個人 把這支不到十分鐘的禮刀 當作一間公司在運作 每天不眠不休 一時早表演得生出來 帶著爆滿的觀眾一起開放一個人 辦給高中生的營隊 我們不希望他們直接來 五更七晚中來看花 所以招結一大堆同學 花兩三個月 設計書來應急十多課程 練火棍 準備晚會跟遊戲 只希望他們能在營隊期間 學得開心 玩得更開心 當然系統的其他活動 像是野台 電機音樂會 電機糟糕等等 同學們也都是以能力所及的 最高標準來舉辦 很多事情看似沒有必要 而且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 但是電視系的大家 就是一群人的夢想 最會同力合作 完成目標的動作 簡曉薇教授曾經說過 如何把大象放進空間 就是給電視系學生一個實現 我想這一次可以做 也有能力做 大學期間這令人遺憾的 應該就是為期兩人幹的新冠疫情了 這場疫情交起了許多 我們對大學的美好期待 所被中的活動被迫提辦 生活的平衡也被打亂了 疫情剛蔓延之後 我們進校園都要量體溫 上課剛開始燒帶口罩 後來紀錄了三級警戒 我們每天在家 用不同的視訊軟體上課 平常天天見面的朋友 都無法再見面了 到了大四 生活圍繞著疫苗與快篩 我們學著餘病不共存 雖然新冠肺炎 造成人數都不變 但進校園 接在腳踏車上的健康小爹子 三級期間叫的外送 以及打碗疫苗的心肌炎 都將成為大學的政治力量 當然 除了這些美好的回憶 我們也一同地面對學生會 尤其是大部分同學 都經歷過的體溫 彼此我懷疑 四年裡 我曾遭遇過相當嚴重的教育系 大二生大餐的暑假 是大部分同學 在照專題的時間 我也不意外 記得那時候 我去聽了專題說明會 上網發了好多文章 也詢問過許多學長姐的意見 就在這一兩個月的早期當中 我意識到一個 醫生從未想過 相當嚴重很大的問題 我到底想要走成領域 我到底會喜歡什麼 回首大學的前兩年 我學了電路電子電子信號系統 但是電器系有這麼多組 靠掉電波組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選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 亂講 亂講 上大學以前 第一天想要選 大一大二 第一天想要必須表現 但當道路變得不再現實現不確 到了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刻 我才驚覺自己名氣在主題裡 我根本不認識我自己 那時候我害怕做錯決定 害怕投資錯誤 所以一直投資不前 我擔心如果我修了一堆 到時候發現不愛的課 或是如果我進了一個不喜歡的實驗室 時間經歷是不是就百百萬費了 也擔心如果上了大四才換土碟 會不會用上那些原本的水隊兒的同學 在這些擔憂以及反思議 我陷入了迷惘的頻道 幸運的是 在這台頻道當中 還有好大一夥人 哈哈哈哈 我和一齊不好的朋友 一兩年前迷惘過的學長節 以及二三四五十年前 迷惘過的教授們 我和好多好多人討論過 最後得到一個結論 要永遠看索我去選擇 於是像我大三大四 我修了五花光的課 也憑直覺選了專題 這兩年老聽在各種程式語言之間快速切換 一下子看瘋狂閃現的恩惠視窗 一下子看馬羅伯爹 一下子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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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自製的各種領域 我終於慢慢意識到第一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雖然學習的路相當鮮豐勞累 但一次是trial and error 之中 我逐漸摸索著自己的方向 也學到了當下未必喜歡 但將來可能快要想用什麼姿勢 講了這麼多自身經驗 我想要不要答的是 畢業後的岔路跟變數只會更多 格局只會更大 我們要用於選擇 多元的探索 不用怕做錯決定 因為一切都是最後的安排 不管決定對或錯 我們都更認識自己 也往目標更賣清理一點點 能順利的畢業 要感謝好多人 感謝電視界的所有教授 合理的要求叫訓練 不合理的要求叫努力 謝謝是你來的魔力 要請選擇得以沙羅馬步 也好基本功 以前總覺得 作業的報告真是太多了 欸 現在也這麼覺得 不過就知道 不會通常是最扎實的更換 電視界同時的硬勢力 才能顧顧積累 電視界老師們最讓我感激的 是他們總是在講解課本內容之餘 也跟我們補充現在的產業動態 不僅傳授學術知識 也教導我們如何學習 未來的新科技傳出不少 任我們的產業變化莫測 只有不斷學習新知與活用他們 才能讓我們跟上時代 謝謝電視界的教授們 沒有幫我們拼養成私鬧心的兩腳書組 而是幫我們訓練成 尼佛斯卡的功誠實 謝謝一路上幫助過我們的人 成長的路途中 有許多讀書以外的煩惱 無論是真雅貴的話 人際關係 感情問題 還是午餐要吃什麼 謝謝聖靈聽你 幫你想像睡法的所有人 也謝謝大家拒絕過你的教授 實習 或者是任何機會 讓你知道你自己已經不行 你不夠強 習慣會不會自己玩更高的標準行程 謝謝一路走來 陪伴你彼此的所有同學們 你可能不認 你不可能認識電視界所有同學 但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跟你合得來的兩三個87 謝謝他們在 謝謝他們投舞題 找到投舞題都要傳給你 謝謝他們會幫你樂隊 謝謝他們看他好笑的梗塗 都不要選擇 謝謝他們在家的晚上 看到你弄掉的學生枕 都有太美 謝謝他們在你的車 被掉水的時候 會邊笑你 邊叫你自己走路 去理學時節出台了一個多月 但在到符號正題此刻 以及將分別的同學朋友們去一去 也把握時間 邀請未來的老闆門吃個飯 留個合照 接下來 讓我一起謝謝自己的家人們 謝謝他們沒有 因為我們讀醫學系 謝謝從小到大 他們毫無保留的知識 無論會來選擇有什麼道理 他們永遠是你最接近的後退 我們的讀書或工作環境 可能會一直改變 唯一持續陪伴我們的就是家人了 請大家好好珍惜 陪你走過一切的青年 將來賺大錢 也別忘了要好好報答他們 最後 再次恭喜各位即將畢業的同學 青春出跑太快了時 好比炎熱的夏日 大學就這樣要結束了 但未來還很長 其許各位同學 呃 經歷了 練習七四年的訓練 能夠充滿自信 往自己的目標大幅邁進 畢業快樂 我們永遠再見 謝謝